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永和老师 有一份报道说你是著名建筑大师张开季的儿子 有一份报道说你是他的孙子 你到底是什么 这两个报道 真的 张开季大师 天安门就是你爸爸或你爷爷设计的是吗 不是天安门 是天安门前套的管理台 这还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他当样式 还有人民大会堂吗 不是 历史部 革命历史部 也是他设计 反正是名门之后到底是儿子 是儿子 是儿子 而且好家伙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主任 而且还是北大建筑艺术中心任职 了不得了 这算是大海归吧 大海归 这是巨大的海归了 巨大的海归 就是那种大王 就那种巨大的 因为我觉得建筑系当系主任的中国人好像就你一份吧 还有谁在建筑系 现在不是马兴运去年去了南加大吗 所以有两个 两个 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大的 我是第一个恶性膨胀的 真是 所以刚刚从外地回来 而且我发现你把它圈来也挺有意思 你们俩论起来还是有接鸡恨的 其实我们家还是我们俩家冤家 而且就跟房子有关 没错 这什么都碰到一块了 是怎么回事 你先说你的版本 你别这时候 我觉得你这时候客气很虚伪 因为在平常的话 他一般都抢着说 尤其是在我还没到位的时候 先把这个故事就全给人讲了 今天后发之人 我看出来了 这大海龟还是有大海龟的后面 你家住那大宅子是挺有名的 就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的话 这个故事是得有七八年前 我妈突然有一天特别紧张的跟我说 说今天来了一个非常有风度的老太太 还戴着一个小眼镜的年轻人 说他们到这儿来 非常客气 说要看看这个宅子 说这个宅子是祖上是他们家的 他说我看着我觉得石头不对 是想收房子来的 可是那是另外一幅小眼镜 小眼镜不是你 不是我 那是我表哥 也是小眼镜 对可能不同的小眼镜 然后老人家 老人是我妈 嗨 那是你们家的祖宅 实际上是我外公 所以在那儿就是住到五几年 五几年 所以其实就是说 这要澄清一下 第二是用正当的手续过户的 因为我是听我外公说的 当时就是说实际上是毛主席 要给张时钊在北京找一地儿住 是这么个故事 在这之前 他就是张时钊 你外公肯定不是住北京 是吧 是 我外公是像我今天圈你似的 是从香港圈回来的 圈回北京的 然后把他们家宅子给圈到你们家去了 可是通过大公报 对 就是因为你们家的宅子是给了大公报了 是不是 对 是卖给大公报 是卖给大公报 因为我们家那个房子那么大 他跟现在概念不一样 现在永远是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 然后房子 当时我外婆 就一个外婆还得生命 还谁有几个外婆 竟有几个外婆 我有三 我们家是外婆 不光你们家 可是我那一个外婆 十一个孩子 包括了有两个就是夭折的 不包括佛的 是十三个 所以真的得有个挺大的地儿 大家族 大家族 实际上你们家是 原来那老宅子 闹不清是几分之一 可能是三分之一 是怎么着 我没住过胡同 你们俩都是胡同长大的 姜文也是胡同长大的 还是我们的一片 四合院 你觉得这个胡同生活给你什么 他太年轻了 我们不是没落吗 所以到我们没落的人住四合院的话 就不舒服了 怎么讲 说老实话 你就说像他们正牌住四合院的时候 家里头佣人得要前呼后拥的 因为四合院的话 厨房是在靠大老远的 你就想大冬天的 你想喝口热水 你得出了门 到厨房 烧水 灌暖壶拿回去 到没了 还得再回厨房去 就是一个特别不烦 你出门北京冬天还是挺冷的 我小时候记得特别冷 我小时候记得 大家续茶 续茶完了之后 一下子暖壶里头都倒干净了 都这么坐着 等着有一个人出去烧水 谁倒霉 谁出去烧水 就特冷 你得穿上大衣 而且还有我们家 不知道是你们家改造的 还是大公报改造的 还是后来感谢党 感谢国家给我们家改造的 里头是有暖气的 但厨房是没暖气的 所以谁去在原来那家烧水的话 谁就得冻那么一阵子 你得等那水开了 而且那时候是没有煤气 就是拿煤球烧的灶 然后你就得想办法 把那个枣拿到里头来 放在一个地方 但是又是木结构的 又怕烧了 又是木地板 反正挺麻烦的 对 这说明根上还不是贵族 这房子是贵族 但是你要一没落的话 这住也是挺难受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有说 它有变化 你比如住在四合院里 开头说那个年代 讲究什么呢 天鹏鱼缸石榴树 然后是先生肥狗胖鸭头 这有这狗养的很肥 有用人的什么 连鸭头 使唤鸭头都长肥了 但是到后来就变了 就比如说天鹏鱼缸石榴树 然后是电灯电化自来水 那个时候是四合院 生活水平高了一些的一种表示 你看它也有一个 慢慢好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四合院且修呢 不过从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你 现在成了大建筑师 我倒想看一看 它现在设计出来的作品 又是个什么调点 我们给大家一块观赏一下 还是有四合院的痕迹 是吗 这是北京长城脚下公社 二分宅 夯土墙 这是得奖的 北京十三陵 万娘坟 这是一万个娘的坟 或者是一个姓万的娘的坟 这个不祥 万娘坟 这有两种可能性 世子林会馆 这也是得大奖的 中国建筑奖 还有一个 这是我们老家 河北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是得了中国建筑艺术年度奖的 下面这个是湘西 棘手大学 综合楼和黄永玉博物馆 在下边这个是北京上帝用油软件研发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黄姐刚才说了 今天算是把两家的这个世仇给了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握握手 对握手言和了 握手了了 不许提这事 把建房子的事就算了 就霸占两顿就不许再用了 对对对 咱现在说说新的房子 刚才咱们见识张老师的设计 我倒想 早就想问问建筑师 现在到什么圈子里都爱聊北京的新的 对对对 那个比如说先说一个那个蛋 国家大剧院 那个巨蛋 你怎么看 他前面是这样 这个反正我就最不爱 就是说专业这点事 一说了特别严肃 是怕得罪人吧 不不不怕 人不怕得罪 他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 因为常常呢 就是大家一说到这儿呢 实际上就说 是不是看着好看难看啊 变得不变得 那这个呢 就是从我们专业来说呢 就好像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好看难看也不是没这回事 他其实没这么重要 好看难看不重要 这是建筑师说的话吗 他为什么呢 就是说那房子他不是看的 不是张画 是屎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咱们假设啊 因为就是说咱们说这大剧院好看 那他现在很可能呢 就是一张明信片 为什么呢 他四个大剧院搁那 他跟城市 这就是一正经 他跟城市的关系 要是没处理好 就是说这么多的人怎么去 好多人 比如说开车去 停车是问题 停 两公里以外 再搭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到呢 然后就是 因为实际上北京不是很大吗 是不是根本有这可能的 这根本不是我现在这县说的 当时有一帮人提这个 而且我爸也掺和了 还是你这四个剧院 为什么不根本盖四个地儿 为什么都盖在这一个地儿 你想 这东城一个 这里有四个剧 四个各种各样 有一个歌剧 一个芭蕾舞 一个什么 花剧 什么我忘了 他又一个实验剧场 什么的 所以他让那个人流集中 和那城市的关系 他这里有很大的不合理性 所以就说他就再好看 当然我也不觉得太难看 或太好看 就这房子 其实都有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他现在是 作为纪念碑搁在那儿的 这个说他就为什么那么说呢 就说他旁边还有哪些文化设施 故宫 对对对 他早上说这么说也是 那就没得说了 多文化 可是要说好像比方表演艺术 比方说是跟 当然戏剧学院 是在南楼鼓巷什么 就这意思说 其他的戏剧工作室 比方说还有什么舞蹈工作室 他没这条件 他实际上当时 我有一特歪的想法 也没人听我的 可是我很正式的 在北京市 有一次会上提 搁在石井山去 用一个表演艺术中心 来带动这些旧厂房 那不比七九八还厉害 他这想法 你刚才提中央电视台 那房子 你又说纪念碑 就那纪念碑 也够葛的 都聊这个 就是我老从那过 他现在就未完成 现在未完成 那都是你的作品 未完成 未完成的时候 我经过的时候 我老怕他要倒 因为他是那么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拧巴的 拧巴的 是 然后前两天 我跟老先生聊天 挺逗的 我就说 我说他这是会不会倒 老先生说 倒不会倒 他说 但是风水破了 老头摇头晃脑 他风险迷信 在嘴里就说 从此紫气不东来 这是东边 很严重 他说 他也是你那观点 他那边 他建在西边 可能还挺好 你们这建筑师 讲这东西吗 我刚想问这个 这建筑师 分土的和羊的 羊的是一点不懂 这晚上 实际上风水 因为洪放在 你在南方 香港待过 没有 你没待过 我在香港住 对你在香港住 实际上 这个风水 其实就是到后来 就在北方 它也有一些 等于一些 怎么说 比较标准的做法 像咱们四合院门 开东北角什么的 都跟风水有关系 也是很实用的 它从来不会 就是说因为风水 跟那个实际的 使用拧的什么的 可是只在南方 就好像 怎么说 更把这事 更当回事 风水占领一切 就变成一个主导的 甚至有时候 因为在北方 没有说谁的桌子 什么摆什么的 南方就一直有 对 台湾也有 他这个老板 他会把原来办公楼里的 一面墙给打了 另外再建一面墙 就是为了风水师 说这个方位 什么的 据说连那个 连马桶的方向 都有 可是想古代人 也没有马桶 一定是蹲坑的方向 或者是木马桶 他等着他那一套 思想方法 他就是说 他就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历史 实际上到了现代 其实就是有的 因为咱们生活环境变了 生活方式变了 有一些 就是没什么参考 有一些 还是有点关联 可是他不是一个 起码从现在来说 因为我也没研究过 从现在的生活来 他不是一个系统的 我们比较怕 就是怕愣把这个东西 当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套 听说现在好多建筑师 实际上设计的时候 人家老板 你就得要求 我这有一封水师 你得把他的意见 给我设计进去 没错 我就遇到过 是吗 那你听他的吗 我那个 你起码不能表示出不听 还就是说 中央台那两个大楼 从美学上讲 你们建筑师怎么看 像这房子 就是他显然是 以不稳定中的稳定 是作为他这形象的 他实际上也没什么神秘的 他那个地下 据说有七米厚的一块混凝土板 想想什么尽头 所以等于就是 水师说的吗 不是 他是为这 这如果是基础 这七米厚 你上到这歪点 你看 那肯定不是能待得住 它有这么一个大墩子 底盆尘 底盆尘 埋着那里头 对 你看不见 所以放心 咱们中央台是很稳当的 所以它从技术上 它不是问题 但是 它可能会多花钱 就在我眼里头 这电视台需要这种大的演播室 这俩柱子上去 我就觉得从功能上头来讲的话 你觉得呢 电视台 对 你知道它这设计是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什么 建筑师自己这么讲 可是我怀疑建筑师还是比较形式出发 想在形式上有突破 他想什么 他说电视节目的制作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制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环 给等于这么掰起来了 他就说一个地儿 比方说是像咱们做采访 到那一个地儿后期处理 到那一个地儿是不是播放 他是研究了电视台的工作程序 流程 整个这么招呼的 它也是他的科学 但是你像我这个电视人 我感觉到真是一个纪念碑 它象征了我们的感受 就拧巴 中国当电视人 他这种感受 你有气的媒体人 但是像这种 为什么我跟你聊 就是给你见的 给你见的 是吗 你忽悦我跳槽 又把我劝中央台 人家得要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现在听见人们说 说北京现在是个鸟的天堂 有个鸟蛋 还有个鸟巢 说还有一什么建筑 像鸟头 听说了没有 但是像这种 一个一个大地标的建筑 在北京 你觉得对于整个北京的景观 风貌来说 是好 人家也说有这个东西好 北京的骄傲 现代化城市 但是实际上 其实就是这纪念碑 就是跟在这城市里 现在还是比较单一 就是什么 就是看着就很不一样 鸟巢什么 这电视台很不一样 可是它都是一种 属于那种尖叫的建筑 尖叫 对 是吗 为什么 是它就是它因为现在 需要人的注意力 需要 对 红黄看到的时候会尖叫的 就是它在尖叫 让大家都注意它 就是建筑物有的是融合进去的 我的理解 对不对 就这意思 有的是融合进去的 有的是在那儿尖叫 就比如说人 有的就特融合 它可以在那儿的话 就比较和响 也挺有意思 有的就是 要在那儿张扬 对 是这么个情人 所以现在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就是变着方的叫 我觉得现在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在建叫 都在叫 养尖大叫 简直是 各种大楼都在叫 所以 弄得很不平静 这个是我的偏见 所以我是觉得你也可以不叫 然后就跟这个音乐什么 也不见得非得叫 不过说句实在话呢 从老百姓来说 就是我老百姓指的 非不是搞建筑 也不这么敏感 也不怎么在乎这事 叫就叫 你看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台北 我就觉得台北 让我觉得挺低调 对 它没什么叫 你从高处往下看 很普通 都是平的 是吧 就一声叫 但它现在也有一个尖叫 就那一个 它就允许一声尖叫 允许一声叫 然后我跟台北的人说 我说你看你们城市 让我觉得很朴素 实际生活特方便 然后你知道 他们跟我说 说要没你们共产党 我们还不能这么低调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有一种说法 说当年不敢盖高楼 怕这个两岸打起来 怕成目标 怕成目标 对 说你看现在都 两岸关系变好了之后 才敢盖一一一一一 尖叫一下 台北真是 台北跟东京 其实有一拼 它像个迷宫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对这个城市里头 现在北京 我就看了一篇报纸说 北京到了年底 有七八个大的商城 就把所有店 全都装在一个大楼里头 shopping mall 就这种样的东西 就这玩意儿 你觉得对城市 是什么给影响了 这 mall不是以前 好像就台湾人 就翻译成沙漠的磨的 他自己倒不是沙漠 他外的基本上都是沙漠 因为他就说 他前面不是一种城市经验 那种郊区经验 因为你旁边有没有城 跟他没关系 他需要的就是停车场 对吧 你也走不出去 他最大的 这种地儿实际上是在 是在海舰区 不是海舰区 也不是说在沙漠山 在加拿大 是什么叫Edmonton 那城里 它这里头大到什么呢 当然除了购物和吃 它还有好多娱乐的 包括一个水底世界 它的潜水艇 比加拿大海军还多几条 加拿大海军一共没几条 那人都怎么去呢 就是人都从加拿大 个儿也挺大的 各地飞去 住在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的旅馆 旅馆 在里面 就在那里的待一三天 然后又走 他现在他就有这么一个 他是一个属性 这叫雪拼 我觉得像科幻电影里 那个火星里边的一个城市似的 他就这意思 他就完全跟外面没有接触的 所以你进了shopping mall 就跟城市 实际上 就说它是反城市的 所以你看上海 其实我还挺好奇 上海也盖 没有那么大规模 盖了一些 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更喜欢 进那shopping mall 购物呢 逛街呢 还是喜欢在淮海的路上 走两步 不这个我因为去上海住了一阵子 我这个告诉你 我觉得上海人从心底里头呢 还是很有品味的 他们更喜欢在街上走 能够看见小店呢 小宴馆 穿什么咱们就甭管了 有穿好的 有穿的 也是挺好的睡衣吧 反正就是在街上走 但是呢 上海人到夏天很喜欢shopping mall 因为冷气 因为有空调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家里的空调关联 到shopping mall里头去享受一下空调 可以省电费 所以对香港人都是一条心的 香港人说逛商店 他们广东话里有个词 我觉得很形象 叫碳空调 碳冷气 你想就是很热进去之后 哎呀 就是碳气 碳冷气